台灣第一部以唱片公司為主 以一個廠牌為主的紀錄片 我會覺得這部是一個恐嚇片 就覺得它好像沒有什麼部數 但是你會覺得它的天馬行空 還有很多的多元的音樂 都可以在裡面被滿足到 在二十年前就開始做一些主流唱片 不想做或者是不願意做 或者是他們看不到的東西 很多的歌手 他們第一次都是跟我合作 比如說最有名的五月天 蕭煌棋 你是不是幫人家破醋的男人 對對對 每一碗冷卻的沙灘 快樂悲傷負債 你為什麼形容你現在的狀態 你為什麼形容你現在的狀態 我怎麼講 說實在我 我不是很好的頭皮 你要先有事實才有理想 你要先賺錢 要賺錢 懂嗎 不是一直做唱片一直賠錢 沒事不要亂開公司 把自己累死了 你根本被別人亂亂出團了 都避免出心靈 喂 七央兄 有一件人生重大的規劃 想說要找你聊一下 結束很好 你張四三也不是只有腳踏 某程度我在拍四三 在面對中年危機的這種狀況 然後猶豫公司要不要賣 或是要不要收的這種情況 那我覺得觀眾應該也可以在裡面 可以看到你如果碰到 跟他一樣的狀況的話 你會怎麼做 如果我賣個帶路 大家會怎麼想 又來了嘛 四三賣台 這個你避免不了啊 你那個海洋版權賣交 如果給中國呢 只是我財政意會很大 除了大陸有錢買 台灣有誰要買啊 不一定啊 說台銘 誰呢 角頭20年其實有一部分 並不是說他音樂賣得多好 或者是他音樂影響了誰 其實他有一部分 他是利用創作者 勾勒出台灣近這20年來的一些 從剛才你講的威權到民主化的過程 他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如果我這樣形容 我覺得他很像是一個 給台灣音樂的一個情書 你在裡面可以看到你的青春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忠明的困沌 甚至你想要積極地去尋找出口的狀況 我覺得有點像是台灣現在的某種的面貌 因為每個片子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覺得他一定要讓你看到自己 我看了都流淚了 因為我覺得做一件事情 可以做20年直做成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真的很佩服 還好有四三哥 還好有九頭 覺得很有溫度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創造出更好的音樂 回顧自己之前的青春的感覺 雖然我們不認識 可是也很想跟你說 就是做你自己喜歡的事情吧 為什麼要來看這部電影 你的台灣要有角頭才能完整 右轉然後向右轉 我現在小了 這裡就不向右轉 你只向右轉 生的路我自己贏了 還好你走行 對嗎 為什麼呢 是不是 在看這部電影